近日,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有关海域开展正常演训活动期间,美马斯廷号驱逐舰持续对中方舰艇编队近距离侦查,严重干扰中方演训活动,严重威胁双方舰艇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,性质十分恶劣。 中国海军舰艇对美舰予以警告驱离,中国国防部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。 美县政府就职以来,美军舰在中国当面海域活动频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于20%,侦查机活动频次超40%。 美方频繁派遣舰机赴中国周边海空域活动,推动地区军事化,威胁地区和平稳定,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 我们敦促美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,遵守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,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等规则,杜绝再次发生类似危险事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